云林台西乡盛产五子西瓜 但是这名瓜农种植了三分地的西瓜 再过两个礼拜就可以收成了 没有想到最近在寻天时却发现 有上千颗的西瓜 根部竟然是被人给割断了 但这一下子西瓜都还没熟透 完全卖不出去 让它损失大约20多万元 整片西瓜田只剩下枯萎的藤蔓 还有长不大的西瓜 瓜农欲枯无泪 再过一周就能收成的西瓜 却遭人恶意割断西瓜根 割开西瓜都还没有熟透 瓜农种的是云林台西 盛产的五子西瓜 采用人工瘦粉 成本比一般的西瓜还要高 三分对要投几十万年 只有本荣 有的不的 有的很贵的 瓜农一共种植三分地 其中两分地将近快一千颗的西瓜 遭到破坏 全报废 现在只能拿去喂 鸡鸭鹅 我只西瓜 残地价每台金二十元 农民损失二十几万 心血全白费 目前已经报警 希望警方尽快抓到 这恶意割断根 不肖人士 记者郭正义 原来报导 MING PAOLED MING PAOLED